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三 虔诚背后的偶像 公读圣马斗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 十六到十八节 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人意 为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你们在天赋之前就没有赏报了 所以当你试舍时不可在你们面前吹号 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 为叫人们称赞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当你试舍时 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 好使你的试舍银而不漏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 当你祈祷时 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 爱在会堂及狮子街头站着祈祷 为显示给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至于你 当你祈祷时 要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门 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几时你们进食 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 面带愁容 因为他们哭丧着脸 是为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至于你 当你进食时 要用油 磨你的头 洗你的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 但叫你在那暗中之父看见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今天的福音呢 是给我们讲的 有关 适舍 祈祷 和进食方面的话题 从表面上看 这些问题呀 都是 一些表面的 比如有些善行方面 祈祈祷方面 或者进食的 都好像是方法方面的 或者属于道德的层面 属于或者属于灵修的层面 但是 今天的福音 我们仔细看 它却不只是这个层面 它有更深的信仰的层面 因此咱们今天的标题叫 虔诚背后的偶像 我们提到这个偶像的时候 其实指的就是信仰方面的了 什么意思 什么是偶像 当人类找不到天主时 就会在受造物中 寻找天主 或者把受造物当成天主 那天主或者是神 就是让人心安神定的那一位 那么在受造物中 最相似神的就是人 所以最后人 就会把人当成神 其实一直以来 人才是最高的 最大的偶像 或者也叫威的偶像 而在人当中 自我才是最高的 又是中心 所以人最后朝拜的偶像 其实是自己 看是我们在朝拜别人 其实我们是朝拜自己 看是我们让别人看 我们做的这一切 善心让别人看 其实是在让自己看 所以偶像就是典型的 自我朝拜 所以圣经上说的非常美 我忘记是圣中什么地方了 那朝拜偶像的人 与偶像无异 那制造偶像的人 与偶像类似 那么下面呢 咱们今天的福音 我们就看看 耶稣所说的 适舍尽食或者祈祷 我们看看在这些 虔诚行为背后 都有哪些偶像朝拜 是什么样的 首先咱们看 适舍背后的偶像 那这个偶像 我想说的是 人的善行 就是我们人很奇怪 比如说行善 咱们人都应该行善 做好事 对不对 就是说 一个人要发挥 他的优势 发挥他的 这个 就是说 善行代表人的那种 这一辈子 没有白火 那个成果 但是偶像的可怕 就在于这里 一旦一个人朝拜 人的时候 自我朝拜的时候 那这些善行 却成了人的偶像 成了人的夸耀 你看上面所说的 他们试舍是 大锤大擂 让别人看见 那这个小的偶像 如果我们文明的 说是什么 那就是建功立业 光宗耀祖 以锦欢向 特别在咱们 中国的文化里面 你看我们古代 如果哪一个人 做了一点善功 做了一点伟业 那老百姓 就把他当成神来朝拜 其实不光是中国 外国也有 如果大家还记得 圣保禄宗徒和圣 波尔纳伯 波尔纳伯 巴尔纳伯宗徒 两个人在传教的时候 治好了个病人 于是当地的司机 就拿着祭品来朝拜他们 其实这个朝拜是什么 就是我们会把人的善行 人做出来的 去把他变成偶像 并且这个偶像是人制造的 比如说建功立业 光宗耀祖 一锦欢向 一个人升官发财了 做到了 打到了我们老百姓 打到了 或者说那些聪明的人 制定了这些标准 你就成为人上人 这叫什么 典型的偶像朝拜 还有这两天咱们大家又是高考 又是中考 老百姓我们自己 比如说生活在孤独空虚中 那孤独空虚了 我们不找天主 我们干什么 制造出几个标准来 当我们拿到一个文凭 拿到一个学位 拿到一个支撑 获得一种是一个技术 我们就满足了 高兴了 这叫什么 这也是施舍背后的 那个偶像朝拜 这就是好像智慧文学 在智慧片里面 对偶像的朝拜 真是一针间歇 指出了偶像的那个根源 不过智慧片描述的 非常形象化 咱们得要深里看 咱们看一点 智慧片的第十三章 第十节 有些人真是可怜 他们竟把希望寄于死东西上 竟称人的手工 金银艺术的创作 动物的肖像 和古人雕刻的 无用的石为神 什么意思 这表面的人所做出来的 手工金银艺术 所创造的这些雕像 其实这些雕像 我们更万那种精神上去看 就是人的建功利益 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神 实际上你朝拜的是那个石头吗 也不是 是朝拜那个石头所象征的东西 那个石头象征什么 象征着人的夸耀 象征着人 所以咱们就不往下面看了 因为下面的这个 智慧篇的第十章 一直到十九节 十节到十九节 说的非常的美 大家仔细看看 其实这些偶像是说什么呢 首先第一 他指的是吃饭的偶像 咱们不要小看这个吃饭的偶像 那原始就是造神 就是那个炉灶的造神 到后来就变成什么 建功利益 升官发财 皇帝 我们说谁能当官 谁就能给人吃饭 千里做官 只为吃穿 所以对人能力的朝拜 就是对人善性的朝拜 这些就是偶像 其实说穿了 谁有能力 谁让我吃饱饭 我们就奉他为神 有奶就是娘的 那变成化到信仰中 就是哪个人赏过我金银财宝 哪个赏过我身体健康 我就向他朝拜 我朝拜了其实是神呢 是神呢 还是那个身体健康呢 我把身体的健康 把人的能力当成了神 其次呢 在这个朝拜中 还有对圣人伟人宠的崇拜 也叫偶像 我觉得大家需要小心这一点 咱们天主教会 对圣人圣女的 这个可以说崇拜 我们也叫敬礼 一定要小心 不能让他变成世俗的 就好像对大官显贵的 颤媒奉承式的朝拜 这个一定要小心点 但是一般的不会 因为我们有信仰教导 我们有圣经教导 我们知道我们敬礼圣人圣女们 是因为敬礼天主 所以最后还是天主 圣人圣女们 我们就是朝拜 圣人圣女们 也不是对他们 产媒奉承 就好像在对世界上的那些 有钱人 富有的人 当官的人 对他们的那种 那种歌颂 产媒那种 不是那种的 那种的叫偶像 咱们敬礼圣人圣女 很明显那个虔诚的态度 让我们告诉我们 那是我们敬礼的 是天主在他们软弱的身上 所产生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们敬礼的是天主 所以最后呢 朝拜的实地上是自己 因为在朝拜那些偶像时 满足了内心的偶像的欲望 换句话说 我们人与生俱来 就有对偶像的崇拜 这个偶像的崇拜 其实就是原罪 原罪是什么 原罪就是人渴望成为神 咱们看那个原罪 亚当老王犯的那个原罪的时候 原罪是什么 那个蛇说什么 我告诉你们 你们吃了这些命果 你们就和神一样 知道善恶了 和神一样 就是一样变成神 就成了人内心最深的一个欲望 那这个欲望在现实生活中 它就变成偶像朝拜 比如对英雄的朝拜 什么是英雄 英雄就厉害了 有武侠的英雄 还有其他的各方面的英雄 就是超越了人一般的本性的能力 那种英雄 那如果我们敬离圣人圣女 也用这样的态度去敬离 那我们就有点小心了 还有 有些基督徒甚至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一听这个人说话 就知道是一个非常试快 世俗的人 其实就是欧相朝拜 比如他特别歌颂有钱人 对歌颂有学问的人 歌颂有品位的人 我就记着甚至 跟一个神父聊天的时候 神父就谈到他教过几个学生 他爸 其中几个特别聪明的 你就简直就是朝拜 这个学生厉害 那就是尖子 那读书 哎呦 哪个学校都是第一 那个家的 二家伙 那几个学生不行 你看 其实这就是一种偶像朝拜 包括不光是平信徒 就连神父都是偶像朝拜 其实是偶像 实际上这个偶像 最后的偶像是我们自己 一旦偶像 朝拜这些偶像 如果是偶像 一旦偶像被毁 换来的就是我们无情的攻击 咱们再看一下 祈祷背后的偶像 那祈祷背后的偶像 或许就是对神秘境界偶像的朝拜 其最深的根就是原罪 就是我刚才上面说的 人渴望成为神 那么在祈祷中 人很容易变成神 看似在祈求天主 实际在控制天主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很多迷信的那种 祈祷敬礼的神秘敬礼 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参加那种 因为那个里面 充满着一些夸张的举止 神秘的意识 好像使人登陆仙境 其实就好像人这时候成了神了 看着你是在朝拜神 实地上 你自己已经变成神 那就是偶像朝拜 所以有时候祈祷里面 用了过分的夸张 长息短叹 大吼好叫的 一定要小心这些 第三的是 近视背后的偶像 那近视背后的偶像 可以说是上面两个偶像的宗介 也就是假如我们不能做到慈善家 不能做到神秘家 不能做到上面的良知 那我们怎么办 以严厉的苦工 让别人都能看出来 替上面装扮 换句话说就是 以苦肉计换来上面的形象 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一天 咱们当着人的面 做错了一件事 本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名声 大家都认为我们是圣人 可是突然间自己犯了一个罪 或者有一件事不好 那怎么办 然后我们必须以极大的苦工 把自己打得鲜血淋漓 然后目的就是为了 遮掩自己前面的丑路 让人看见自己现在的苦工 就忘记自己背后的是个人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偶像 所以教友们 最后我们把这个偶像 咱们再看它几个共同的特征 这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 那么这些偶像的有些共同特征是什么 咱们根据今天主耶稣的话呀 咱们找几点 第一 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看 那让人看是什么 就是想尽办法 为了吸引人的注意 比如说夸张的举止弄得神秘兮兮的 比如说吹着火弄上烟 烟气腾腾的给人一种神秘感 就是故意讲自己的善行 讲自己的神恩 讲自己的财难 讲自己的天赋 想办法让别人都看弄得更加神乎其神 大家要记得 一旦我们有这些夸张的时候 我们离偶像朝白就不远了 第二呢 是彼此寻求光荣 要想彼此寻求光荣 那就得制定一些标准 然后咱们大家 谁达到了这些标准 那谁就是神仙 谁就是圣人 谁就是学者 然后呢 咱们大家呢 有了这些标准之后 也不行了 咱们大家还得互相彼此 崇拜吹捧 互相颤美奉承 就好像今天大家 拿着个包 大家说老板老总 一叫这个我们就满足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偶像朝白 第三呢 永远是自我是中心 就是表面看来 好像不是内力也是 比如说 那一个祈祷的法的赛人 表面他是歌颂天主的 求天主的 但是事实上 他是在歌颂他自己 因为他所说的话 都是在谈论自己 那么天主呢 天主只能算是陪衬 换句话说 天主是他来用来完成 自我崇拜的一个工具 好朋友们 咱们默想到这里呢 我想咱们时间也快到了 我们要结束 我想最后邀请大家 咱们反省一下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哪些偶像朝白 特别是在你呢 祈祷 试舍 尽时里面 有哪些偶像 崇拜 再简单的说 就是在你的祈祷 试舍 尽时里面 有哪些自我寻求光荣 寻求满足 寻求人的夸耀 寻求人的朝拜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 扎成这些偶像 那我们就把今天的福音 主耶稣的话 读一遍就行了 我想我不用再解释 因为耶稣的话 说得很清楚 咱们听一下消息里在 耶稣说 所以当你试舍时 不可在前面吹号 如同假善人在会堂上 及结诗上所行的一样 为受人们的称赞 我是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你试舍是怎么 不要叫你左手知道 你右手说行的 好使你的试舍 隐日不漏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我想这一点了 特别是今天咱们的教会 因为今天教会在好多方面 有的地方 特别人性化 世俗化 所谓人性化 世俗化 正好和福音相对 行了一点善 害怕别人不知道 我们大家还替他吹号 替他鼓掌 把他行的那点善 把他献的那点哀经 写到那个大字报上去 让别人都看见 那福音上明明写着的 不要 不要左手知道 右手的 我们教会为什么还要把它 我用教会这个词 因为好多教会就是这个 为什么还要高举起来 当然我们只要行善 就不可能别人不知道 但是关键你的心态 因为人都渴望让别人知道 你再这样弄 那还有功劳吗 不是咋广为功劳 那就破坏了这个善性了 接着说 当你祈祷是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 爱在会堂去 狮子街头站着祈祷 危险是我要告诉你 你祈祷是怎么办 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 向你在暗中之福祈祷 你的福在暗中祈祷 必要报他 什么意思 让你的祈祷内在化 谦卑 让你的祈祷在天主面前 真的是他是天主 你是朝拜他的人 当你真正的去朝拜天主的时候 自然就进入你的内室 你就不会夸张了 所以张扬的祈祷 一定不是基督徒的祈祷 张扬的 什么叫张扬 过分举止夸张 下面进食 你进食的时候 不要面带愁容 为叫别人知道你的进食 你怎么办 拥有魔女的头洗你的脸 目的是什么 不要叫别人知道你进食 也就是说 不要故意弄那个苦肉计 这种什么 这叫自卑自恋 故意把自己弄那苦丧的脸 为了让别人安慰你两下 让别人夸赞你两下 他就暗中的父知道 你的父看见 必要报答 我想 耶稣的这个话 就是最美的 移植我们心中偶像的 这个力量 好 我们最后呢 向天主献个 简单的祈祷 主耶稣 求你派遣圣神 驱走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的善行背后的偶像 那些骄傲虚荣 那些傲慢 使我们完全朝白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以后